台东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十周年今天早上登场 这是疫情下全世界唯一还正常举行的热气球嘉年华 一大早就吸引满场朝圣的游客 清晨五点多 会场周边的停车场就已停满车辆 慢到者只能沿着山下道路单边停车走路上山 然后清宁现场说明了在日本左鹤及墨西哥热气球嘉年华相继停办后 台东继续办理的原因 在陆野高台现场看到满满的人好 和我们一起传递防疫后的新能量 我们心里感到非常激动 台东县政府排除万难 在日本左鹤墨西哥热气球节陆续宣布停办之后 我们因为对台湾的防疫有信心 对台东县政府公务人员有信心 我们还是如期的举办 那我们相信这51天 总共28颗造型球 10颗台湾的热气球国家队 将会在这51天 每一天都向台湾社会传递满满的正能量 也在这里宣布台东是全台湾最幸福的城市 感谢所有的好朋友 请你们跟着我们每一天来追求 每一天我们都会有不同的造型球 在陆野高台升起升空 谢谢 下午场准备参加光调音乐会的民众更是爆大量 整个高台都是人潮 据交官处估计 热气球开幕首日 人潮突破6万人 创下高台热气球加年华 有史以来的最大量 今年虽然因为受到新冠病毒肆虐的影响 开幕时间由原定的6月延期到7月11日 但是首场光调音乐会 则照原定的6月27号在大波池举行 也吸引了上万的游客 幸福建议大家保持社交距离 并戴口罩与会 但是尽管台东目前维持零确诊的记录 但在新冠病毒室内下继续举办的嘉年华 应该有不同的思维 热气球嘉年华开幕典礼后 台湾史上最大的热气球太阳神 举行了世界首航 首航机长林元亭 介绍了这个热气球 今天我们第一次飞台湾历史上最大的热气球 太阳神号 今天天气气流非常稳定 也非常适合 我们从陆野高台起飞 然后最后缓缓降落在这个陆野大草坪上 那今天的风速也很棒 我们非常平稳的降落 乘客也都非常满意 然后完成一个美好的开始 之前的热气球大概是21公尺左右 大概七层楼高 那可以承载的大概是3到4人左右 这颗热气球呢 它的高度大概有27公尺 那最大的载客量呢 可以载到7个人加飞行人 所以总共可以载到8个人左右 热气球它有分一个集聚 那这个集聚是目前我们最大的 那目前可以飞这颗的执照 由我、潜欣还有达海 我们三个人 有台湾热气球之母称号的 前管理处处长程淑慧 也在百忙之中 从台北赶回来参加热气球开幕典礼 他回忆起大家共同为热气球打拼的炒创时期的种种 期盼大家不要忘了当年的初衷 我们就讲一路走来 的确从无到有这件事情 一个历程啊 我们就觉得我们每天都在不一样 突然有了球有了飞行员 可是我们的经验又不够 所以我们又要跟国外学习 所以前两年我们就办了国际研讨会 那可是觉得光国际研讨会都还不够 其实我们就去参加世界各国的热气球节 那参加世界各国热气球节就是跟世界交朋友 那也还好就是我们在民航局的帮忙底下 我们走的是国际标准 所以我们的飞行员他有美国跟台湾执照 就也创造了让他可以去跟世界 去我们讲接轨这件事情 那也相对的就是让这些 我们自己的飞行员每年我们讲叫reflection 就是重新就是大家就是看到新的刺激 就会想到说我的初衷就是要让这个整个台湾的热气球整个起飞 另外我不能忘记初衷 就是所谓的爱好飞行的这个初衷 那因为你要不忘初衷 你才有办法把欢乐带给大家 因为热气球本身就是浪漫跟梦想的指标 那自己要快乐所以大家才能快乐 所以这一路走来的确 我每 纵使我现在其实已经离开了 可是我也觉得感情还是在的 这些每个飞行员开始从 从那个副驾驶到他能够单飞 这整个过程里面因为都有互相陪伴的过程 所以其实是的确用情满身的 不敢用讲话